欢迎来到world cinema世界电影的单元 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来自德国2003年的黑色喜剧电影 再见列宁 故事透过了讲述试图用善意谎言 隐瞒母亲东西德统一的儿子 来描绘这段重要历史对东德居民们带来的价值观改变与影响 电影风格看似轻松幽默 却又包装着深层的历史与人性议题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本片的故事以及重要主题吧 电影主角亚历的母亲曾是一位东德社会主义分子 非常热衷于公共事务 但在某个夜晚他意外陷入昏迷 而在昏迷的这八个月期间 东西德政权经历巨变 达成统一 柏林围墙倒塌 人民也渐渐拥抱了资本主义的生活 在母亲奇迹寺醒来之后 孝顺的儿子为了不让母亲心脏承受打击 而开始了他的满天大谎 他先是将生活环境日用品都还原为同以前的样貌 更找了朋友制作假新闻内容 让母亲对现况深信不疑 而这看似荒唐的计划居然神奇的在一开始奏效了 但随着时间过去 雅丽身边的人也开始希望能够说出真相 而渐渐能够走路的母亲 也发现了各种广告、商场与前卫家具 还是明白了真相 但母亲依然假装被雅丽的假新闻给说服 接受了她的白色谎言 在母亲身体似乎好转之后 雅丽也才得知从小到大母亲给的谎言 当年以为背叛家人的父亲 其实是因为母亲没有勇气离开东德 才导致家人分隔两地 电影最后母亲离世 而雅丽将骨灰装在烟火里升空 对母亲以及她曾经尽心服务的东德政权道别 本片的重要主题之一 便是刻画各个角色如何面对东西德的历史巨变 身为年轻人的雅丽与姐姐 过去也曾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限制感到不满 在面对资本主义 新颖的商场与日用品 还有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时 适应得非常快 然而对于曾经全心将生活奉献给 东德社会主义政府的雅丽母亲而言 从昏迷苏醒后 却会失去曾经视为信仰的国家与教条 雅丽在家中打造出的小小东德温室 虽然可以说是破绽百出 但却也包含着她对母亲的爱 也透过与朋友共同制作的假新闻 制造出东德开放 让东西的交流的假象 让母亲能够渐进势力 接受生活将不再相同 也能够保留东德在母亲心中 最后一丝尊严 在剧情介绍中 提到了雅丽为了身体虚弱的母亲 在房间中打造出的东德假象 但在《再见猎年》中 还有更多层的谎言 暗喻了社会主义的东德 和媒体的力量 以及潜在压迫 雅丽请喜爱剪辑影片的朋友 共同拍摄假新闻欺骗母亲 模仿出东德执政时期的 新闻风格和语调 只为了维持母亲 当年所坚守的信念 这样的剧情也反映出 媒体控制人心的威力 雅丽仿佛是上位者 操纵着母亲能够看见的内容 制造出社会的假象 维持脆弱的和平 所谓的真实与否 可能只取决于操控者 想给民众看见的新闻 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 这些都是能让观者去反思的问题 母亲在生命最后 向雅丽透露了 当年父亲背叛家人 前往西德的真相 原来前往西德 是父母的共同决定 但母亲没有勇气 冒着风险带孩子离开 便骗孩子父亲是为了 资本主义的女人离开家 自己也为了要在东德政府的监视下 安稳生活 只好投注所有心力在社会主义上 虽然表面上看似是对孩子说的谎 但某方面来说 也是用来说服自己留在东德奉献的说辞 只有在生命走到尽头之时 才能把当年压抑在心中的心结解开 看似一心向着社会主义的母亲 内心的恐惧、挣扎、害怕 都隐藏在父亲背叛的善意谎言之下 显现出母爱的牺牲与伟大 在《再见恋宁》最终 亚历女友不断说服亚历要告诉母亲真相 但电影并未明确告诉观众 母亲是否真的明白东西德已统一的事实 不过在看见亚历最后播出的假新闻时 母亲若有所思的微笑似乎暗示她其实已知事实 但为了儿子的孝心依然配合演出 表现出欣喜的样子 同样的过去在社会主义下生活的人们 是否也与亚历母亲一样 尽管感知到了不对劲 却还是顺着引导生活着呢 在这些温馨与幽默的白色谎言中 编剧也留下了许多伏笔让观众自行解读可能的结果 在《见恋宁》传达出了浓浓的东德怀旧情怀 与纯仆生活样貌 德东人民因为无法跟上资本主义下的高消费 且许多人始终有二等共鸣之感 而导致渐渐对过去的生活产生认同感 过去的生活虽然匮乏 但是却是拥有连接的共同记忆 也因为如此 《在见恋宁》成功呈现出 德东人民心中美好的东德样貌 也在票房与口碑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那么除了电影中看到的生活样貌之外 在柏林围墙倒塌前 东德还有什么特色呢? 表面上人民的生活看似差异不大 但从生活细节中可以看得出 东德政府对人民的限制 因为遵从社会主义 东德政府实无神论 也因此迫使人民无法时常上教堂 圣诞节变成了只能私下偷偷庆祝的节日 政府也把圣诞节塑造成普通的庆典 而媒体当然也必须经过政府严格审查 因为排斥资本主义 人民无法大量接触西方流行文化、豪莱坞电影等 音乐也只允许用德语演唱 在《剑列宁》中 虽然并未用大量篇幅呈现出东德人民受到的种种限制 反而以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亚历一家如何与过去道别 但透过清洁中的蛛丝马迹 依然能够看见潜藏在和平生活家的政府前置 在看完今天的结束影片后 你是否对于这段历史更加了解了呢? 如果是你会选择用善意谎言欺骗母亲 还是会选择说出真相呢? 感谢观看